世上很多人他模仿什么声音都能模仿出来 那个阳光 是吧 还有好多 很神奇 都是你的错 一个人的宠 宠宠 来吧 龙的残忍 双眼神 双眼神 双层界 这个人马在偷我蓝 应该没了 算了不去了 应该没了 他有惩戒的 玩套路 哦 皇子 哎 这皇子怎么 有人掉线吗 好像是掉了 并不是偷我buff 我开波没提示吗 是今天 今天这样呢 可能是他系统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吧 带到兄弟 哎呦 这个走位走的我的 哎呀 他是没闪的呀 这波 这居然也能走掉 有点东西啊 一点都不慌 这么近的距离被他晃点了 好 他死了 他跑不了 卡司 哎 拍地板 不要闪了 没用的 可以 你看这波 我为什么先出天鹰波 看上去我是打歪了 但是 我这波出天鹰波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卡了视野 他看不到我 知道吧 如果等敌人看到你的时候 你再出天鹰波 他就会用闪现躲掉 因为天鹰波会有个抬手动作 所以呢 我们要在 敌人看不见的情况下 出天鹰波 他90%是躲不掉的 但为什么他躲了呢 是因为他正好回头要去打他 阴差阳错导致的 并不是我的这个思路有问题 明白吧 大家应该学到了 卡司也出天鹰波 这个技巧 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你可能会 觉得我菜 你看懂了 或者我跟你解释 你就知道 原来这是一个技巧 增加你Q的命中率的一个技巧 虽然他的结果是没有中 但他是偶然 所以如果你聪明的话 你就会学到技术 你不聪明的话 对吧 怎么讲 你都学不会 强行解释 有多少同学认为我刚才是在强行解释 有没有 有的QQ1 我看一下 我看看到底现在有多少小青年是比较 这个水平过低的 我看一下 很多 太多了 但凡Q1的 我认为你的水平应该不是很高 你Q1 你Q1 有两种原因 第一是你真的 水平不高 第二是你在跟我开玩笑 你是前者还是后者 这把优势很大嘛 我真人都是原 他们皇子不想玩了 这皇子带着惩戒 不知道什么原因 而且又掉线 7比1 走 鬼嘎 这把已经结束 你再躲我天音波我算你本事大 你这把能把我天音波躲了 我真的 我这个手龙的传人嘛 我还就 兄弟 哥们看到了没有 你看到了吗 你优势大也不能这么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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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复仇 复仇生 下一把 如果我再看到这个赫卡里姆 他能够躲掉我的天音波 今天我把话就放在这 如果他看到我 下一把看到我理性 他能躲掉我的天音波 我就送一个超级大红包 这个红包的价值 高大 五十块 这两手天音波 给他躲得我有点 他往南buff那边走了 我们暂时不去搞他 因为我现在过去太远 他能看到我 我搞他一手上部分野区 很好 中午掉打 我在把心里很定 这个人马现在在哪里 他可能在抓这边野怪 我先到他红buff 红buff这边来看一下 把视野做好 如果这边没有野怪 我们就抓他加文 帮他加文杀了我一次 这个皇子不见了 会不会在这个草丛 在我也不怕 因为我有大 留了 我被小兵看到了 我得留 偷他一包施甲虫 很舒服 现在抓不到人 人都不知道 这个卡特是一个暴脾气 他在这种情况下 依然的跟他 刚 你别动他 你别动他 我来踢 这个 只能我来杀了 并不是我们有意的 去抢费拉基米亚 这个人头 人头对我来说 并不是很重要 我们即时的补刀 我现在就当他们面 去打这条水龙 他们也没什么办法 这赫卡 赫卡里姆来的话 正好中我招 我就是要让他来 杀他 他不来 我就吃掉 都可以 一举两得 他没有来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放弃了 这个比分差距太大了 他们这把估计 发生了争吵 可能是选人的时候 没选好 好像对面并没有放弃 我来了 这个赫卡里姆 发育的还行吗 7级 这卡特没伤害的 7级不怕 这卡特有来无回 但他的人头并不值钱 所以我们 你看他已经无所谓了 他杀了一个人 他值钱了 吸血鬼笑了 这个人马还是很稳当的 这人马是个高手 但他被我压制住了 你看得出来吗 他被我压制了 我来杀他一个辅助 可能我要给他展示一下 什么叫手术了 不行 这把不能展示手术 这把我可能要选择双杀 所以我的技能得 放得比较合理 669 打不过 伤害不够 再拉拉 我的最后疯狂的问号 他问我在干什么 兄弟 我的判断绝对是很准确的 这手治疗加护盾 我不可能杀得掉 如果我不果断一点走 我会被杀掉 如果我不果断一点交出闪现 我有可能会被打残 然后再交出闪现 他们再跟闪现 把我追杀 这都是我将遇见的事情 所以我在一开始就不到 让他不要发声 伤害不够 如果装备没出 但是你能够感受到我的什么 手术和我的决绝 还有我的操作的细节 都是无可挑剔的 你只能说 我这把没把他杀掉 但如果你用击杀来评判 我是不是个高手 或者你用没有击杀来嘲讽我 那我只能说 你看直播没有深度 你是一个缺少深度的人 明白吧 这个蓝buff 我们 七二鬼是不太需要 怎么说 这个buff 我觉得你不是很需要 说实话 而且我已经在打了 我们优势又这么大 不要耽误节奏 我把这个吃了 我直接搞事了 这个赫卡里姆很稳 每次抓都躲开我 但这把他们不可能赢 我们血鬼太肥了 好 他们到现在一直都是规避的状态 不跟我们打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给他来个峡谷 我看你怎么搞 不给你时间刷了 让你强行的过来 收塔 把这个节奏就带起来 下骨搞起来 来 把他带走 撞 放弃吧 我觉得对面可以放弃了 他们来了 吸口血 放弃了 放弃了 结束了 这个人马 他就想干什么 吃 哎呦 没死了 天鹰波 好 行 这包节奏带起来 我们溜了 下路拆 我们回家 很舒服 不是愤怒 而是这把 的确 没得玩了 他们已经打不了了 所以我们要快一点 不要托尼带嘴 赢的跟我没关系 你这句话说的我认同 这一盘赢的的确没有 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我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如果我现在掉线了 或者我不动了 你觉得这盘他们还能赢吗 对吧 这一盘的确赢了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缺少了我 他也赢不了 对吧 所以你要补一句 你说这把赢了跟你没关系 但是你是不可缺少的一个 一个部分 你是不舍不可缺少的 我就比较认同 一巴掌60块的感觉 真棒 让我挂机 试试看 对不对 你恐怕把我当二论词 我挂机 我挂机 明天文章就一篇接一篇 节奏就起飞 我挂机 你恐怕把我当二论词 不存在的 搞不起来东西 我曾经都是月亮热的火 那样的夜色太美太温柔 怎么样 歌声是不是很像章鱼 一手胸腔共鸣 不他 都是你的错 一个人的错 是一种魔咒 马仕回学厅 来一把 叶皮 你怎么样 怎么样 虽然这把赢得很轻松 但是该展示的东西还是要展示的 不然说我没东西 怎么样 画个弧形 优美的回家 我键盘有问题吗 怎么回事啊 这拳鸟要打到我了 都是你的错 一个人的错 是一种诱惑 行吧 放弃吧 这盘 我只能说 对面没有胜利的欲望 不用挣扎 早一点结束 然后 赶快开启下一盘 再重新来过 取得下一场的胜利 这样的话会让你更加的舒服 更加的有游戏体验 所以我建议你们 集体投降 他们还要振扎 那我们过来把他偷了 虽然这把对面输了 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对面的电竞精神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马式螺旋鲨 螺旋鲨 注意看什么叫 拍 一 二 怎么样啊 马式螺旋鲨 这一波 你要知道 我 一脚猛龙白尾 把它踹开 在空中的时候 我的天音波 是没有空间 没有角度去出的 因为我被小兵挡住了 但是我的一手摸眼越过小兵 再出天音波 而且这一系列的操作 是在他空中的时候完成 所以他无法去交闪现 躲避我这个摸眼天音波 明白吗 把他 但是他为什么叫马式螺旋鲨 因为这是我乱说的 再来一个战锤 我觉得对面是可以放弃了 真的 山路高地都掉了 他们居然 还在战斗 这个时候他们的战斗 其实不是为了胜利了 我相信他们也很清楚 他们的战斗是为了什么 体现电竞精神 或者说他们很气 两种可能 厉害 走开 不要打扰我杀他 承接执 你搞这个东西 恐怕知道什么叫手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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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搞定 改做了 开启下一场 下一场 不要弄飞吃一个 嗯 多帅啊 刚才这波三杀多帅啊